現在時間是2020年9月19號中午12點 歡迎各位收看公主週報 每個禮拜六為您帶來有些Lag的最新資訊 馬上就來看看大家對在意的日版資訊吧 本次天使活動的第二隻角色將在9月19號時裝 看介紹應該是中衛輔助或控場類型的角色 不知道在PVP有沒有搞頭 順帶一提 公告圖片的左上角如果寫新角色登場 就代表它是長柱角 如果有寫限定兩個漢字才是限定角喔 萬聖小小甜心原話抽獎 9月24號截止 本月的原話抽獎也在官方推特公告了 截止日期是9月24號 但必須要有日本地址能收件才能領獎 符合資格的公主騎士們可以去抽看看喔 萬聖小小甜心活動復刻&專武推出 本月日版月中的復刻是萬聖節小小甜心的活動 理所當然的也就跟著推出了專武 三隻角色的專武已經有出閒聊類型的影片介紹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資訊欄的網址 順帶一提 萬聖節雖然本來是10月的活動 但因為R10合作活動沒有復刻 所以所有的復刻活動就一律提早了一個月 天使桌布與社群用頭像更新 近期日版官方每個月都會更新新活動主題的桌布與社群用頭像 還在煩惱手機電腦桌布用什麼的公主騎士可以參考看看喔 最新時尚官方四格 本週的官方四格是美笑與酒鬼的故事 揮出這兩隻的互動主要也是因為露娜塔的劇情 穿上酒桶裝衍生死的酒鬼真的是很好笑 再來就是我們的台版資訊啦 大錘子的龍人 手短限制一切的命苦 台版如其推出祈梨這隻常駐角 技能其實都很好 唯一的缺點就是手真的太短了 如果可以輕鬆敲到中後衛的位置 那在PVP就會好用很多 江戶活動復刻 體驗去年的BUG 總覺得最近好像每個禮拜都在講BUG的事情 這次的維修也稍微有點晚了 但…就是讓現在的新玩家體驗我們去年的感受啦 9月聯盟戰時間確定 打5天養肝 這個禮拜開始可以變更戰隊模式跟單人模式 同時也公布了9月聯盟戰的日期就是25號到29號 直打5天的排程又比上個月更休閒了 順當一提台版因為有風神伺服器的關係 單人模式幾乎不會比較好 他全部拿完寶石也只有1000顆 你的聯盟在7000名以內都會超過1000顆 調查兩倍補習專武與六星的時機 上個月開專武等級陸續的在這個月補些薪碎是不錯的選擇 但因為這個月的Normal加倍一路加到10月1號 要如何分配自己的體力就是稍微需要思考一下的 因為Normal加倍很久的關係 我自己個人會選擇打完所有的調查不重置 其他的體力再去打裝備 登入遊戲抽石頭 課金想回饋 這波活動在8月的時候也有開過一次 總共有以下幾個獎項 第一個只要登入就可以抽寶石 會有1500跟1500兩種獎項 第二個聖誕客總和祈禮兩隻角色都有 就會送3000石頭 有其中一隻就會送500石頭 他是看擁有就算 所以之前已經抽過聖誕客總的朋友就已經算擁有了 第三個只要課金就會送300石頭 第四個只要課金超過2990台幣 就會再送1000石頭 跟第三點是可以疊加的 第五點 只要綁定Sonet的會員 就可以抽達美樂跟KFC的兌換券喔 以上就是本週的公主週報 我是主播M奶 祝各位公主騎士們都有個美好的週末 第四個只要影片 — 第四個小時 我在那里 發生了一些 追逐的 超級的 在那裡 也是 也要不可 有 沒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